你梗 见到硝烟瞬息间 就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击败了二人 山珍猛地一下子 从飞树背部站起身来 几乎是和山珍话音传出的同时 硝烟没有任何犹豫地 直接将手中两颗金色的心脏 捏抱开来 金色心脏破碎 硝烟对于山珍的话语 没有任何理睬 而是自顾自地 拿出了装着之前不朽金血的玉瓶 不紧不慢地 也将这两地不朽金血 装入了玉瓶当中 仇死 山珍当即便是怒喝一声 失去了心脏的两位不朽 当即一大口鲜血喷出 整个人的气息瞬息就颓灭了下来 失去了不朽之力 使力也是瞬间就从地之不朽 跌落之斗神 山珍身形直接暴掠而出 便是朝着硝烟暴掠而去 抵制不朽第三步强大的威压 率先朝着硝烟笼罩而去 硝烟身形也是微微一沉 但面色一旧平静 有视魂分身加持 山珍的威压 并没有给硝烟造成完全无法动弹的压力 只见山珍的身形朝着硝烟掠来 没有过于绚练花哨的招数 无止紧握 一缕不朽之力盘旋而上的时候 这一拳的威力便是瞬间充满了毁灭性 山珍似乎此刻已经忘了 猎神弓要抓的是硝烟的活口 这一拳的力量 足以轰杀任何一名斗神强者 红向硝烟的遗顺 硝烟武神异挡在了身前 瞬息之间 武神异竟是将山珍的拳头 给生生阻挡了下来 只不过 硝烟的身形却是被狠狠地震飞了出去 武神异也是在承受山珍一拳后 有了崩散的迹象 一旦崩溃 那么短时间内 硝烟将无法再度使用武神异 原来你便是如此杀我猎神者的 有些手段 但是不多 山珍看着盗舍百丈 才稳住身形的硝烟 目光冷立 只要向硝烟击败 夺回不朽惊喜 两名持剑不朽 就能重新恢复实力 山珍悬空而立 接着 看着虽然接下了他一拳 但却是母样狼狈的硝烟 山珍冷笑 认为自己一拳就试探出了硝烟的极限 硝烟身后的武神一缓缓散去 看见这一幕 山珍再度是微微挑眉 你这对羽翼 看来是从深渊极地中所得吧 这等明和科技放在你身上 简直是暴天天物 硝烟没有回答 而是目光平淡地看着山珍 你的废话太多了 在我看来 用言语作为试探的方式 是再愚蠢不过的做法 片刻之后 硝烟才是轻声开口 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喜欢说废话 还是心里对我有所畏惧 你在怕我 萧尹目光轻调 沉声说道 怕你 欺欺一个斗神 能侥幸击杀不朽第一步 也妄想与我匹敌 山珍文言 就好像听到笑话一般 当即便是仰头大笑 是吗 正好 我也没杀过第三步的不小强者 萧尹眼中战意慢慢涌动 山珍文言 眼神微眯 打量着萧尹 他看着萧尹的模样 并不是在说大话 似乎也没有必要说大话 所以萧尹越是冷静 山珍心中也难免会感到忐忑 但山珍也并没有退缩 只是在眼神微眯后 沉声开口说道 你的靠山 无非就是兵运兔 不过 今日就算有兵运兔在 今日你也必须跟我回猎神宫 若你乖乖地跟我回去 倒也避免一战 少些痛苦不是吗 山珍虽然模样谨慎 但却也是胜券在握 就在山珍说话之际 萧尹轻轻拍了拍 酒墨神湖 他看得出来 山珍恐怕不知在此守候多久 必定是有所准备的 营女前辈 需要你帮我掩护 萧尹说道 当然并不知晓 营女是否会现身帮助 好 就在萧尹认为 酒墨神湖 恐怕不会轻易帮她的时候 营女的身影 传入了萧尹的耳中 一缕不起眼的黑烟 从酒墨神湖中溢出 这缕黑烟似乎无人发现 并是潜入了黑暗挡住 与此同时 萧尹便是拍了拍 袖袍中的狗眼 但插周遭 看看是否有阵法 萧尹还是不放心 因为之前便是听闻过 猎神宫有个卷云换天阵 此阵法也是需要萧尹特别注意的 狗眼没有回应 萧尹手掌 狠狠地落在了其脑袋之上 狗眼才狠狠唧唧地答应了一声 做好了万全的保障之后 萧尹目光才缓缓地看向了山阵 听着山阵碎碎念的废话 萧尹二话没说 磅礴的元气底蕴爆发 手臂之上 当即黑色的灭须天雷闪烁 体内灭须雷脉 也是迸发出强大的雷霆之力 废话真多 要打便打 萧尹当即便是一拳轰出 千唤 雷龙破 萧尹一拳轰在了虚空之上 手臂之上的雷霆倾斜 以其磅礴的元气涌入 一道雷霆乍响 宛若在虚空挡中撕开了一条裂缝 一道龙吟传出的一瞬 裂缝挡中 巨大的龙手咆哮而出 灭须天雷瞬间将其悬身覆盖 化作了一条黑色雷龙 嘶吼间便是朝着山阵咆哮而去 山阵看见这一幕 目光之中露出震惊之色 仿佛大为震撼 你这是在搞笑 山阵愣了愣之后便是讥讽一笑 那般模样仿佛看着萧炎是在看萧花一般 只见山阵手中清光一闪 一柄比他还高出半头的关刀 手臂一震 便是面对着胡笑而来的千唤雷龙斩去 雷霆炸裂 山阵霸气一斩 便是看到数百丈的千唤雷龙 直接被其斩裂开来 看似庞大的千唤雷龙 似乎在山阵的攻击之下显得不堪一击 瞬间就崩溃开来 不过就在山阵将其当头剔开的一瞬 轰然一声 整个雷龙便是直接爆炸开来 周遭顿时被一片雷海所席卷 也是雷海如浪潮般席卷的一瞬 在那之中一道身形赫然从雷海之中裂出 这道身影正是硝炎 身后的五神异令硝炎的速度暴增 硝炎手中一柄黑色的长刀 黑气滔天 这正是士魂帝施展过的士魂刃 虽然不是很熟练 但硝炎也能够勉强将其施展出来 这士魂刃蕴含着千万魂魄的阴沙之力 按照士魂帝所言 此刃可斩肉身 也可斩灵魂